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8月15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Jennifer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还请您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留言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让我们来看本期的第一条新闻 近日 一位8岁男孩在BC省Victoria街头摆汽水摊筹款 吸引了许多人的关注和支持 这位男孩表示 我想要抢救更多人的生命 据Global News报道 男孩Anders Year和母亲Susanna 一年前失去了挚爱的家人 Susanna表示 事发很突然 当时她的丈夫Kelvin忽然在家中晕倒 因为脑洛脑脉瘤 她仅在Royal Jullaby Hospital医院 接受了短时间的生命维持系统后 便离开人世 年仅55岁 这对于Anders和Susanna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Anders表示 我们有很多回忆 我想要纪念她 把一个柠檬水和冰淇淋滩 然后把收入捐出去 父亲总是喜欢拍照 他一直是那个负责拍照的人 他总是乐于帮助别人 这并不是Anders第一次摆摊筹款 在今年春假时 Anders就有了这个想法 并筹到了80家园 捐给Victoria地区的医院 在今年父亲的忌日 Anders再次摆摊 这一次 父亲的支持者亲友们都纷纷来帮助 在周一早上 他正式开始摆摊之前 他就筹到了225家园 Susanna表示 儿子Anders是一位战士 他是一名早产儿 出生后在Victoria General Hospital 在医院新生儿重症病房待了5个星期 Kelvin从他出生开始就以他为荣 Susanna说道 Anders也是高功能自闭症患者 我想这也是他有特别的力量 要做这件事的一个原因 想要与别人接触 并为别人考虑 Victoria Hospitals Foundation基金会CEO 艾威·波尔曼表示 Anders鼓舞了他 而且这很好地诠释了一个小礼物 可以带来大的影响 我们都很感激 他说道 这真的带来了很大的效应 人们都在讨论小Anders 他所做的善举为我们医院带来了慈善的力量 据报道 这一次在众人的支持下Anders 筹到了900多家园 由于山火迫在眉睫的威胁 加拿大著名旅游城市黄刀市昨日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 紧急状态允许城市调动资源来应对火灾风险 该声明是在周一晚上召开的特别理事会会议上宣布的 黄刀市的城市经理说 紧急状态的触发因素是 贝赫乔克山火沿着3号高速公路 穿过距离黄刀约30公里的Boundary Creek 希拉巴斯·凯利特在议会上说 我们决定当该地区3号高速公路307公里是320公里街道疏散令时 我们就该采取行动调动我们所需的设备 确保我们尽最大努力保护这座城市 他说黄刀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以便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 西北地区的火灾地图显示 黄刀附近有三处大火正在燃烧 贝赫乔克大火已经蔓延到1361公里的范围 政府周一更新的数据显示 附近燃烧的另外两场大火的面积 分别为407.2公里和409.2公里 市长瑞贝卡指出 紧急声明不是疏散通知或命令 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并不是疏散警报 这不是疏散令 他在特别委员会会议上说 这是关于调动所有资源来减少森林火灾的风险 加拿大全国各地多数火事失控 西北地区的其他火灾已经迫使周边地区的居民撤离 当地居民周一收到通知 并被告知立即前往当地机场 因为高速公路被认为不安全 对许多加拿大人来说 给小费可能会让人感到困惑和尴尬 弄清楚何时应该给小费 以及应该给多少小费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特别是因为不同服务行业的做法差异很大 从餐厅到酒店再到美发和美甲沙龙 小费的不成文规定可能会很模糊 尤其是在疫情和通货膨胀飙升的情况下 但不用担心 Daily Hype为您制作了终极指南 告诉您在何处何时以及应该给多少小费 其中包括来自礼仪专家和这些行业工作者的建议 据多伦多的礼仪专家Lisa Orr 表示 在享受额外服务的场所 您总是需要给小费 这包括餐厅和个人护理场所 如美发沙龙和水疗中心 不需要小费的是专业服务 你不会给医生、会计师或牙医小费 这就是个人服务和专业服务之间的区别 Orr 解释道 Daily Hype将可能需要考虑 是否要给小费的服务分为三个基本类别 餐饮服务、个人护理服务 以及住宿和交通服务 根据加拿大餐厅协会的发言人 小费的行业标准为15%到18% 然而代表餐饮行业的非盈利组织 于4月份发布了一项调查 发现44%的加拿大人支付的小费 比COVID-19之前更多 Orr 表示 这可能取决于您所在的地方 而且通常情况下 信用卡机上的选项设置了小费的标准 他补充说 以前15%的小费是顾客会给的最多的 这意味着您做得很好 现在15%通常是范围的下限 Orr 解释道 这是一个有趣的变化 现在平均水平更接近18% 有时取决于地点可能达到20% 如果您在餐厅与一大群人用餐 Orr 表示通常要给18%到20%的小费 根据Orr 的说法 如果要给小费建立一个等级 餐厅会位居首位 其次是酒吧和咖啡店 然而他说要考虑您收到的服务数量 因为每个场所的服务可能不同 他举了一个酒吧提供食物的例子 以及咖啡店不仅为您做咖啡的例子 对于大量的外卖订单 礼仪专家建议给15%的小费 如果您在快餐店或咖啡店订外卖 小费不是必须的 但仍然受到赞赏 即使在小费罐中放入一两元的零钱 也会有所帮助 建议的小费是15%到20% 特别是如果他们必须在恶劣天气 或难以找到的地点送餐 Orr 建议 在美发沙龙的小费范围是5%到10% 他建议至少给5元的小费 但也取决于您接受的服务内容 例如修缴和美甲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技巧 对于一些人来说 Orr 表示应该在税前计算小费的百分比 因为那笔钱会交给政府 而不是工作人员 如果您支付的费用很少 您可能会接受机器的选项 因为谁想做那么多数学运算呢 但是他澄清说 完全可以合理地自己计算小费 并留下自定义的小费 他建议在支付大额账单时计算税前小费 例如如果您在一大群人中用餐 至于支付现金还是刷卡 归根结底这是个人选择 但Orr说用现金给小费可以确保钱会分发给其他员工 尤其是在餐厅 为了满足15岁女儿买Taylor Swift演唱会门票的心愿 Anson的一位母亲花费了1600刀 购买了据称是Taylor Swift演唱会的门票 结果却被证明是骗局 他感到非常沮丧 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告诉女儿这个消息 Ina Feldman在周一告诉CTV 作为一个家长 你只想让你的孩子开心 她的女儿Maya在今年夏天早些时候 去夏令营之前提出了一个请求 如果Taylor Swift在加拿大公布Eros巡演的日期 请妈妈帮她买票 在不到两周前 当Swift宣布在多伦多举办六场演出时 整个国家掀起了一阵狂热 她女儿离别时的恳求在她脑海中回响 Feldman立刻注册了一个经过验证的粉丝账户 与估计的3100万其他人一起 并被列入了等候名单 这位母亲仍然急于找到方法 就在一天后 她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一个 看起来有希望的帖子 帖子上写道 本来想用Taylor Swift的门票给朋友们一个惊喜 但他们同时也为我们买了票 现在我被多出的四张票困住了 这个账户的用户名是Steve Rose 账户自2011年以来就一直存在 头像显示了一个生活在多伦多的年轻金发女子的图片 并将其位置设置为多伦多 该账户还经常转发Swift的推文 Feldman说 我当然知道有骗局存在 那一刻确实有什么东西阻止我去相信 然而她想象了一下 如果这些票是真的 她女儿脸上一定会出现的笑容 于是她联系了对方 几分钟后她收到了回复 该账户回复道 我只需要你的电子邮件地址和你的名字 我会通过Ticketmaster发送给你 你需要多少张票 Feldman表示犹豫 随后她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 我真的很害怕被骗 而该用户则向她发送了一段屏幕录像 显示了11月14日在罗杰斯中心下层的四张Ticketmaster门票 并向她保证你不用担心 但是在Feldman电子转账1600元后不久 她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 称还需要额外支付250元的Ticketmaster税费 才能将票发送到她的收件箱 这时Feldman说 我意识到我上当了 她要求退款 但自此就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CTV新闻多伦多联系了Rose的推特账户 但遭到了屏蔽的回应 然后用户将其投像图片 更换成了一个不同的有着黑发的年轻女孩 发给Feldman一直在联系的账户的电子邮件也被退回了 Better Business Bureau的公共关系总监 Melanie McGarvern表示 他们的骗局追踪器在6月份 收到了46份关于美国演出的 假Swift门票的报告 这是在多伦多门票发布之前 McGarvern说 从可信赖的销售商购买门票 总是明智的选择 指出像Ticketmaster这样的认可销售商 都设有消费者保护措施 一个Ticketmaster的发音人指出了该公司的访片提示 鼓励在从未知个体购买门票时要保持警惕 尤其是如果他们要求直接转账 但是McGarvern承认了与Iris巡演前所未有的需求 相伴随的脆弱性 McGarvern说 人们为了看一位特定的艺术家表演 花费了成千上万元 这就是骗子所依赖的 他们正在利用歌迷为了得到这些票而产生的绝望 周二菲奥德曼的女儿将从夏令营回来 她将不得不传达令人沮丧的消息 一个她不愿意的对话 她说几天来她一直在这里默默思考 感到伤心 不知道该怎么告诉女儿 这让你对人们产生怀疑 知道世界上有这样的邪恶存在 以上就是本期港湖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